許政務委員 還有許立德 姚次長 還有各大學的校長 各界的貝賓 校會 各位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首先我要恭喜加南藥理科技大學 榮獲教育部臨選為分析人才培育 暨區域技術聯盟基地 我要祝福代表行政院祝福 我們的政治目標 不管是食安藥安 無獨心安政策目標可以順利完成 也能夠成功的為年輕人找到未來 為企業界找到人才 我要特別利用這個機會 向加南藥理科技大學表示最高的敬意跟謝意 因為我們學校成立於1966年 超過50年的歲月裡面 為台灣培養了成千上萬的人才 在台灣各地為健康把關 不僅僅在人才的培育的量的上面做出貢獻 因為加南藥理科技大學辦學績效非常好 學生的品質也受到國人的肯定 我特別跟大家報告 我們全國的藥師的高考 常常難掛前三名 這非常不容易 第二個呢 我們光舉去年2017年 我們的畢業生通過 藥師高考的這個比例高達82% 我們再一個掌聲好了 他也連續九年得到教育部 評定為卓越教學的學校 這個更應該要給他 所以我非常感謝 加南藥理科技大學 願意用優良的實施 進步的設備 還有豐富的經驗 來跟政府合作 擅盡社會的責任 提出申請 當然順理成章的 也實至名歸的 成為一個 我們分析檢驗 人才培育 跟區域技術聯盟的基地 以過去的績效 我們對這個基地升級信心 我們也看到很多校友 今天都來了 這個也可以證明 我們是不是 站起來 我們再給你一個掌聲 校友 這個府理事長 很多都來了 我這是可以證明 全國的優良事公會的理事長 常常都是我們學校的畢業生 這一點我是很清楚的 因此呢 我們對這個計劃 非常有信心 另外呢 我也利用這個基本的報告 其實政府存在的目的 簡單的講 就是要讓國人能夠安居樂業 特別是國人 所關心的安居 不僅僅是 治安 也包括實安 包括藥安 特別是包括 目前大家非常關注的 毒品的防治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基地 除了會培育人才以外 我相信 我相信在跟政府的合作 還有各界的合作之下 我想商安也一定可以順利達成 特別是我看到的今天 有很多的代表都有親自來到現場 包括我們剛介紹的 全國優良事公會的理事長 是本身校友以外呢 那麼我們台南市政府 理事長也到場 另外呢 製藥工業的同業工會 還有高雄市的醫師檢驗室工會 財團法人中央處產會 等等 特別是台南的港湘南 國有些公司 也參與其中 這個 由這些出席的代表可以看出 這個基地 可以說是未來成功的基礎 那另外呢 就樂業部分 政府是以 發展經濟 壯大台灣為主要的 樂業訴求 那我也非常感謝台灣 全體人民大家共同努力 那麼在去年的經濟成長 相較以往幾年 其實是有明顯的進步 過去呢 我們過去幾年 我們常常在 GDP常常在保一 有時候仍然不可得 前年預測去年的經濟成長率 那麼也只不過是一點多而已 但去年 我們已經來到 百分之2.84% 那失業率呢 也下降到 百分之3.66% 這已經是 這麼多年來的一個新低 但是呢 失業率雖然 已經明顯的下降 但是年輕人的失業率仍然高 因此呢 我們也做過年輕人 為什麼失業率會比較高的原因 那麼其中一個 主要就是產學的落差 所以我也很肯定 教育部在班部長跟姚市長 我們教育部的同仁的推動之下 特別提出了一個這樣的計劃 包括呢 全台灣有八個科技大學 會成為台灣八個基地 人才培育的基地 就是要從台灣不同的產業面向 去栽培人才 而且呢這個設備呢 就是類產業的設備 換句話說 他出校門啊 馬上就可以進入職場 那他在找工作方面 他的學用落差就可以降低 我們是想要用這樣的計劃 來解決年輕人 出了校門 然後 就感到 這個很彷徨 擔心失業這個問題 我最後啊 我還是再次要感謝 我們王董事長 陳校長 還有群體師生 願意 共襄盛舉 讓這樣的一個政策 可以落實之心 最後祝在場各位嘉賓 因為我看大家都在抖手 我不認為是很感動 雖然氣溫已經升到16度 很好